我前面制作的超音速推进号遥控模型 跑到了120公里每小时 就是后面飞了起来 这台车的急速 我感觉是还能提升的 所以我又打印了一台 超音速推进号3.0 这次有几个升级的地方 轮胎使用蜂窝镂空结构 提高避震效果 前轮避震弹簧也加硬了 现在避震有回弹效果了 经济道做了一个扁平设计 飞机发动机同款 可以抬高离地距离 反使吃沙子吃石头 隔离碗就取消了 毕竟这一次挑战极限 隔离碗影响进气 车体上发也开了两个辅助进气口 再一次起飞的罪魁祸首评委 这是改成了对称翼 取消了安装脚 现在评委就只是一个安定面 车头两侧增加了几块脑流片 喷气动力车 其实可以不用多少下压力 只要保证车子不飞起来就行 还有气氛坐面 电条也升级成了 我判了很久的反推 演示一下 能前进 能反推煞车 反推倒车 现在这个车子全新的 来 先试一下 简单的跑一下 从右边来 走 为什么这只会飘移了 赚钱 在测试的时候又发现了新问题 这一次打印 极限偷轻减重 导致前轮位置强度特别差 老是断裂 甚至出现了第一台车的转款 速度起来 基本上无法控制方向 一直打滑飘移 没办法 只能回炉重造 重新打印制作一台 关键位置进行了加厚打印 喷口位置也进行了优化 减少气动阻力 散开和取消 有一点影响反推性能 现在这个是超音速车第四代 反应的第四台了 先试一下 看怎么跑直 稍微调色一下 就直接全右门测试 把测速器装上 这次更专业一点 不用手机了 只能说手机成本太高 看我装尾巴 这有个口 12颗卫星 已经连接上了 开始测试中 走 悬油 又起飞了 不是飘移起飞了 这一次飘移测翻 我都真没想到 车体完全报废 我觉得是我转向 灵敏度调太高了 加上修正过量 导致着飘移测翻 啊 头大 看了一下测速 121公里每小时 比上次起飞就快了1公里 这次的意外 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车没有完全调试好 这个项目 从第一台车新建文件夹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个多月 第一台车滑飘移 朋友们赚钱 第二台车 急速120公里起飞翻过 第三台车 结构强度不行 回炉存到 第四台车 直出121公里 飘移测翻 现在 这个是第五台车 我发现它反处了 特别坏的效果 有成土的位置 开启反处 有种被风暴 环绕的感觉 逆战无比 正常的汽车 成土只能跟在后面 它可以让成土 环绕在车身 天如果稍微暗一点 车再加一个灯关 可能能更帅 最后进行 期待已久的 急速测试 没问题 再来奉献一下你的手机 开了没 现在超音速车 再测个急速 看能不能超过120 现在我们目标不高 上次讲150 现在有130就好了 来 走 走 这一次的急速 还是120公里每小时 干到120 就撞到了路边的木头 粉身碎骨 包括测速的手机 前后屏粉碎 外加机体变形 神奇的是 屏幕还能显示 触摸也还能用 测速也都还在继续 那 路屏 7分钟 感觉和诺基亚有得一屏 这一辆穿出遥控车 就先到这里吧 后面不打算继续折腾了 极限 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 120公里每小时 是一个瓶颈 每次到120公里 就要出问题 飞机起落架 还是不太适合 装在车上面 100公里每小时以后 操控性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已经赚穗了三台车 两块电池 一个手机 这个成本太高了 这一粒的碎片 我还没炸机都没有这么碎 下一个窝喷的寻血猎群号 我计划直接使用RC车来改善 自己不搞车辆设计了 曲面设计图我们都完成了 想一想还是不用了 窝喷要是这样也赚一下 我会哭半年 以上就是这次 超级速遥控车的全部内容 我的努力就是您支持的动力 感谢您的三连和关注支持 我是布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又来提新手机了 这还能用 这是什么 华为荣耀 断碎的手机 是能摄影小哥的 后面在实际店 又给重新提了一台 我感觉这两个手机一样的 请看 我更感谢 挺好的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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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